今天我們接著來看一下華為P50系列的最新消息 根據最新的洩露說法 目前華為P50系列設計基本已經確定 採用曲面居中挖孔屏 該新品將準備進入量產 預估現機將於3月底與大家見面 就早前了解華為P50系列將有三個型號 分別為P50、P50 Pro和P50 Pro Plus 其設計預言仍然延續了P40系列的傳統 後置鏡頭採用數拍鏈方式 但今年據說影像方面提升是巨大的 並且屏幕面板仍將採用OLED材質 韓國製造商LG和三星仍然維持提供面板 並且京東方公司也是華為採購屏幕方面的 後續補給公司之一 謝澤新的洩露表示 華為P50全系列採用曲面屏 並且前置挖孔鏡頭採用居中設計 而且更小 華為P50 Pro將採用6.6英寸的OLED顯示屏 刷新率提升至120Hz 分辨率打1080P級別加 為2640×1200像素 而P50將擁有更小一號的屏幕尺寸 它可能會跟隨P40型號的尺寸一樣 再次以6.1英寸出現 提供2340×1080像素 刷新率為90Hz 而就關於P50 Pro Plus的屏幕規格 市面上還目前沒有新的洩露出現 芯片方面 華為P50系列其三款手機 將使用兩顆不同的芯片組 標準華為P50將配備麒麟9000E 而華為P50 Pro和P50 Pro Plus將配備7件芯片 在這方面,雖然華為奇麟9000芯片庫存不是很多 但足夠供應給華為P50系列 還是綽綽有餘的 除了這些外,華為新品似乎保密程度很高 幾乎沒有更多洩露說法公開電池 快充、光學變焦等以及引進的其他新特色 這些或許還得日後進一步了解 最後我們還有新消息了解到 華為即將推出的華為P50系列 將是首批預裝鴻蒙系統的智能手機 在華為Mate X2正式發布後 余承東就表示鴻蒙系統將在4月份啟動 而Mate X2將是首批採用該操作系統的設備之一 而現在有消息報導 首款預裝鴻蒙系統的智能手機是華為P50系列 預計將於今年3月份發布 華為P50系列屆時還將配備 EMU11.1版本 同時也沒有Google服務 而向用戶提供了華為的移動服務 和華為商店 同時華為今年還設定了目標 在2021年底將為鴻蒙系統的智能設備 數量增加到3到4億台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內容 歡迎在下方交流互動與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